Hello, 昨天只出了三条片, 为什麽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现在的片子全部都是你看到的, 都是很有资料性的, 或者很有深入的分析 花了不少时间来脑子, 于是我要准备的时间比较充裕 昨天我就因为赢了股票, 很开心, 有点钱, 于是和我老婆出去 出去吧, 出去都不是去享受, 去超级市场走走, 于是买了一些东西, 买了一些东西 走一走, 就是要过几两个小时, 你就已经会笑一条片, 又免得太夜睡了 算了, 因为之前特朗普竞选一类人看着, 已经是夜睡了, 所以算了算了 做少一条片, 今天应该会在做四条,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多谢 今天当然大家看报纸都见到, 哇, Team好运发达了 为什麽呢? 因为这个菲律宾, 这个华侨创立的快乐风集团 就买了Titan, Titan Dining LP的股份 因为Titan 一早就已经拿了这个 Team好运的营运权 于是乎他现在卖了手上的8% 给这个法律宾 那法律宾就等于100% 拥有了这个 Team好运 那有些人就立刻问, 哎呀, 很不开心啊, 卖了给大集团的 那你 Team好运就不会怎么样 那些人就不明白整个 Team好运的模式的营运 首先就是他, 刚才他其实呢, 当然了, 香港人啊, 这样 就是两位师傅做了这个 Team好运出来 好了, 一会儿我再细心再说回以前的情况 但现在先说那个情况, 即是说, 为什麽 大家要理解一下, 究竟整个营运是怎样的 营运是怎样的, 接着呢, 这两位师傅呢 就是将那个营运权呢, 其实很早已经卖给这个 私募基金, 那是这个 Titan 所以他们才有钱可以不断去开这个店 那对于打开外市场啊, 将它营运成一个大的品牌 他们不懂的, 但是Titan 这个基金它是懂的 那于是乎呢, 他肯定都有这些经验了 看到, 咦咦, 这个品牌, 即是说, 用精品的方法 新鲜的方法, 造成一个很美味的 这些中国菜, 就是点心这些东西 可以变成一个, 全球流行的一个模式 以前根本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那么, 天母运其实做了一个模式的 因为它总共的点心, 它是局限在大约25种的形式里面 现在只是卖点心为主的 那当然去到外地又不同了 那于是乎它有一个基础在 就只是做好这25个点心 他们有信心就可以OK得了 那于是乎呢, 他们就由这个Titan去营运 所以, 以后就添好运的资金, 其实就是Titan给他 变成了添好运的香港 其实呢, 原本两位創立这个添好运的师傅 那他就很简单了, 他就不需要再这么吵架 就是周围去赚钱啊, 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于是乎呢, 他就可以主力做好麦桂培师傅 那么, 就去专专的做好他香港的营运 所以香港那几间呢, 就是由麦师傅去继续自己搞的 那就是说呢, Titan就是, 香港被拉尼搞 因为你自己创业嘛, 你原本都在而已嘛 那麦师傅当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拓展去全世界了, 那样 他哪是懂这些东西都没有, 资金没有那种能力 好了, 那于是乎, 我买了你的招牌 帮你发展到海外, 然后再分钱给你 那而你现在呢, 所需要去扩展的 所有资金, 什麽什麽成的, 因为我买了 我就给你, 那么所以呢, 那么呢 这个Titan的营运, 你在香港, 你没事的 不会影响到你的, 你只要做而已 那但是在海外呢, 我和你搞 那你就变成一个招牌, 生招牌, 到处走下去了 那所以那个模式是这样的, 那么你一个聪明师傅 你做好了你自己, 你最聪明的在香港做而已 那你就够忙了, 那么你继续做 但是接着呢, 我就拿了你的品牌 我去外国那里搞 那搞了多少班, 我就分给你 大致的方法是这样的 所以这次赚大钱那个呢, 就不是 因为天好运原本师傅, 麦桂培师傅 就和这个梁辉强师傅 他们两个当然赚了钱, 但不是赚了很多 真真正正的赚了钱就是Titan Titan就赚了很多钱 那好了, 而呢, 因为他分开那个营运权 香港的营运权是交了给天好运的 那所以呢, 天好运就签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交了给麦桂培师傅 那所以呢, 麦桂培在他, 我相信他自己有 有兴趣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切 给他做, 你都要做了, 做香港 那你主力的, 可能是主要的营运权 做一条数出来给人看, 但别人都没有怎么管 香港的钱的, 你就有钱赚了, 多少 你就再分给众公司, 诸如柱里 但基本上是他营运权的, 所以呢 他其他地方有得分, 但不多 作为一个代表, 大致的模式是这样 所以呢, 分开各地营运权 先是营运权在Titan手上 然后呢, 其实很早 法律锋已经买了很多的了 买了整九十几个百分比 一路已经买, 一路买了很多的 他看好全球的营运权 所以他先搞了, 买Titan才有用的嘛 因为Titan是拥有全世界的营运权 好了, 跟着呢, 一路增持增持增持 经过了很多次之后, 最后现在就买了 就等于呢, 麦斯虎他们呢 就将原本和Titan合作 将它发达了之后, Titan整个公司 卖给了这个法律锋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就等于法律锋, 法律锋就是等于Titan 以前的Titan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说, 哎呀, 什么会在香港 怎样怎样, 无关了 完全不懂得整个结构是怎样 所以这个都错了 好了, OK 其实法律锋已经营运了Titan好运 在各地的不同的分店 其他地方很多很多 当然呢, 台湾做卖了 比台湾两个年轻的人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去新加坡都有吃Titan好运 亦都是很成功的 反而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最不喜欢的店铺 就是香港的Titan好运 一会儿会讲讲的情况 那两位师傅是很厉害在做食物 但是他不懂得营运 所以跟法律锋或者之前Titan 卖给其他人去营运的那些是两回事 营运和你做得好食品是两回事 好了, 那 法律锋就讲了 在这个菲律宾证券公司交易所 因为他上市要交代 就是说全资拥有了Titan好运 其实是全资拥有了Titan好运的营运权 全世界的营运权都是他 现在他挂了事 那等于他收购了Titan 那间的基金公司 赚了钱就走了 就是这样的事很简单 那麦斯虎他们基本上就是做回香港 没什么的 他原本已经增持到92%了 现在买了100%了 没什么分别 买的原因 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海外的市场非常好 大陆的市场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去讲 那这一个的 法律锋呢 因为他很有经验 在全球 尤其是在中国 做连锁的 所以呢 我想他们会计得很清楚 这条数 经历了这个疫症 他们都敢买的话 我想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做好他 好了 接着讲 Titan 现在呢 就是在全世界 有十一个市场 有它的分店 总共有80间分店 其中香港是有六间 那么多 原本应该是奸 现在应该是奸 所以 先讲讲 Titan 开始的时候 就是 麦师傅和梁辉强师傅 共同创立 那么 一直以来 麦师傅就是 走出台前 我想他会说话一点 那么 于是乎 你看到很多访问 都是麦师傅出来的 麦桂培师傅 我看过这些访问的时候 他卖第二次的时候 已经很有钱了 但是他还在住五百尺的深嫂堡 这些屋子 好笑 有钱他老婆就帮他买房子 大致都是这样 都是买的很小的 不是很大的豪宅 我想他们一定是赚到钱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夸张 我想不是 Titan就是 所以大家不要明白 总之 你做了牌子 你没有Titan 你卖不到它 做不到 Titan 就是这样 麦桂培师傅 就是出身的 这个厨艺世家 在十几岁的时候 来 内地又来香港 当然 他读书又不多 是吧 没有什么好做 于是乎 唯有选择做厨房 厨房做辛苦 你做厨房 叫做门手艺 于是乎 你没有选择 他爸爸和伯父都是做徐司的 但是他就严择的时间很长 所以年轻人想去玩 于是乎他做点心 为什麽呢 点心 三四点起床 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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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你就完 你弄好了 不关你事 其他的事 那就可以走了 所以反而做点心 他就会觉得 喂 不是啊 人家睡觉的时候我做 于是乎做完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去玩 去扣女儿 做什么 还可以这样 可以做其他 做厨师其他 其他工作就不行 所以他就直接走去做点心 所以他坐不定 那时候开始就学做点心 十五岁就由打杂开始 所以都是三四点起床 就上班 这些都是上一代的 类似我们那时候 都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慢慢他就学拉腸粉 包虾饺 这些是很正宗的 广州做点心的功夫 这样的东西 那在2008年 麦斯虎进入了四季酒店 农景圈那里做事 他都说他跟过一些很出色的师傅 于是乎 真真正正的学了一些 做点心最刁钻的地方 于是乎 情况就不同了 就改变了命运 那么他做了农景圈之后 就2009年就在这个米芝莲那里 就拿了三星的级 于是乎成为了第一间三星的米芝莲餐厅 亦都是香港唯一的一间三星 于是乎他当然是出名了 好了 去了2009年3月的时候 他就离开这个四季酒店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金融风暴 那他就看到那些铺位租很便宜 那时候金融风暴 就倒下了 于是乎呢 他就有机会去做老板 因为他见到很多的师兄弟 出来做运吞面当 都可以的 因为你做师傅 你始终那些东西好识 那就可以的 于是乎他就倾尽 他就数十万的积蓄 就全都出来 就和另一位师傅 就一起去用月租三万八千元 那时候三万八了 在旺角的港华街 开了第一间的点心餐厅 添好运 就是点心专门店 那当然啦 他自己都是战战兢兢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做老板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但是问题是 因为他背后的很猛 那个名号 就是因为呢 他是这个 就是米芝莲的师傅 那根本就从来 在香港 在全世界各地 没办法可以用大约十元的价钱 呢 你就可以 就是 吃到米芝莲的东西 那是没可能的事 但是 添好运就是第一间 就是你用十元的价钱 就可以买到 一些米芝莲 有米芝莲的师傅 在那里做出来的食品 哇 多夸张 那于是乎呢 哇 大佬 当然很多人要试 那就要试啦 于是乎 就是因为你有米芝莲的封号 在那里 那大家就 蜂涌起来 那 那当年他卖三个叉烧包呢 就是 还在讲 就是要焗的方法 就是12元 那 那 于是乎 那当然便宜到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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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整个的 就是所谓的点心专门 他都不敢叫茶楼 就是专例吃点心 那 那一开始 就是他只有20个位 那 所以呢 就是很快就已经 每天都排队 每天都爆 那样 因为大家都因为听到 哇 大佬 就是你都试一下啦 是不是先啦 喂 这么多便宜 喂 你 这个米芝莲啊 大哥 你想怎样啊 那样的东西 于是乎 那 每个都都蜂拥了 那 就曾经创下 一天卖成750个 这些叉烧包的记录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就 走他第一步 就是爆了出来 那 跟着呢 最紧要就是 他一直的坚持很紧要 那 我们一直讲 今次这个 怎样特别是讲 道香 不是 讲这个 是因为呢 他 和道香的老板一样 道香的老板呢 又是出身做师傅 但是两个行的路完全彻底不同 道香呢 就决定了 搞这个的预制菜 那呢 就是 就是 当然我认为很乱乱够够够啦 就是这些预制菜不好 那样 我做什么 我明明做了预制菜 变成制菜 那样 这么失败 这些预制菜 就是 就是等同 告诉你 我不预计呢 就是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给你吃 那他认为这个就是企业化 这个是他的想法 但是 这个食物呢 尤其是我都说中国的点心 你是这样不行的 那反而呢 这个 Team好运这位的老板呢 他又是做这个麦师傅 又是做这个师傅出身 但是呢 他就是做一个 英雅的老板 这些师傅 这个分别就在 人家做到什么呢 喂大哥 做到 就是 三星 这个米之链 那当然 龙景軒 就是令到他起度 于是乎 这些点心师傅 就要坚持 一定要新鲜 好吃 要不然 宁愿不做 于是乎 他就用这个坚持 而呢 杜香的想法就是 哇 你做又新鲜又 又好吃 那些师傅做到很辛苦 做不到很多奸 我死定了 是不是呢 我不做了 怎样怎样 他就是想这样 要自己控制了所有东西 就以为这样是可以 结果 一会儿对比一下 看看杜香的情况 杜香做得很大 上市 是不是呢 人家是上不到市 结果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看看结果是怎样 总之杜香是走 不用好吃 最重要是中央厨房 就是预制菜 够便宜 哇 烂箭地扔出去 好了 闭银白银开很多间 又杀肉去大陆 这个天武困 就不是 要坚持好吃 看看两个结果是怎样 好了 培哥一直说 喂 其实做点心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新鲜 还有真是要 落心去做好那样东西 他自己就算这些馅料 他都一定要 那些皮是怎样 多重 怎样去搓发 他很坚持 这样才认为 可以做好 quality 他都说过 你为什么要秤呢 他说你每日少点 每日少点 你差一点 差一点 你过了一条红线 有天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糟糕了 人客就吃得出 就不喜欢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 马拉糕要发烤24个小时才蒸 腸粉要立刻拉 萝卜糕的萝卜要手切 手剁的新鲜猪肉才做烧买 这个胶质很重的印尼冰鲜虾才做虾胶 这些东西 你看到他做叉烧包 他都是很有坚持 总之 你要这样做效果才好吃的 他就是这样做 宁愿呢 就不做一样东西 你不行的话 于是他总共呢 就是得了二十多种点心 做好这些点心 他自己都说了一样东西 做坏就很容易 他说做坏呢 三天就搞定了 做好三年都搞不定 所以呢 最重要是用心做好些东西 这个呢 就是培哥的想法 于是他就实践去做 你看到现在是两条路 我说当日我说道乡 道乡就要做坏的那些点心 但是不重要 他认为呢 我有一个企业化思考 我用中央锤炒 垃圾有什么所谓 而呢 天好运就不同 我要做好 做漂亮这些东西 于是乎呢 天好运呢 就是坚持一样东西 总之我每个出品出来 好吃 好漂亮的 这样才行 好了 两个人走不同的路 好了 看望不到一年呢 就 米芝莲呢 就拿到一星了 这个天好运 那当然是夸张了 那因为他同事是龙景軒 龙景軒的大厨 那样东西 所以大家要看到 哇我去龙景軒吃 哇大哥 价钱这么贵 其实几倍啊 但是我来这儿天好运又是一样 而且培哥亲手自己主理的 那当然大家好有信心 于是乎 觉得很划算 人龙永远都不会停的 那 那 就是 相对 天好运的 就是 点心 其他呢 就因为呢 因为 你做不起个名 于是乎 大家都很难呢 就坚持到那种点心的质素 这个就是 广东点心 为什么一路一路跌的原因 那样 好了 2010年至2021年 连续12年 获得国际饮食 迷之年一升的肯定 那样 那即叫即征呢 就是 培哥去做这个天好运 那个 烹饪的坚持 他提供新鲜 现造美味的饮食 才行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搞不定 就是你学多好的 就是功夫都没用的 所以他在访问里面 他说你来到 你很漂亮啊 那些环境什么的 但那些东西不好吃 都是玩完的 所以他说 一定要做好 那些手艺 是配合到 整个的食品 是好吃的 那样 比如说 酥皮焗叉烧包 17秒就要出一粒 那样 那接着呢 最好呢 就立刻尽快 蒸好 就一次过出路 就派给那些客人 所以他踢踢踢踢踢 你踢好 他踢了 就立刻做 然后做连续 跟着做完 就扔了给那些客人 就是这样了 那你才可以做到 那些点心出来 是好 因为我都说过了 你冷了 就是两回事 你不能够做同一样 是不是 三几秒都不同 是啊 就是这么坏的 就是港东点心 他就是这么刁钻 所以你会吃吃 就是这样 好了 我相信其实 我又有看过很多 现在他们后来 就是那个 就是菲律宾那个集团 他就是 就是 他去大陆开的 那有些人就觉得 那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就看过 就 他们的形式 他做不到 好像天武云那样 所以呢 他很难做到 即征去做那样东西 那于是乎呢 他那个时间上面 他掌握不到 这个是会差了一点的 就是所以 所以港东点心就是这样 但是那些人不知道 他以为是你做得不好 其实是在你个 整个那个时间 和全赛那个时间 是啊 所以以前 为什么要一路 就是你推车仔一路来 这样大家去抢 这样 就是啊 抢得快过就好吃啊 抢得迟过不好吃啊 死不死啊 真的是啊 就是这些 你要理解而已 是啊 每茶都是这样 哎呀 真是很麻烦啊 廣东喝茶 其实是很有这个的 就是文化 很有技巧啊 哎呀 但是这些人是不懂的 你没办法 就是你喝杯茶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啊 你真是泡茶和葱茶 一两回事呢 傻傻的 怎么会一样 是啊 那就用脆皮 沙烧包啊 蘿蔔糕啊 蘿蔔糕啊 蘿蔔鸡啊 文明了 这样就很受欢迎了 去到2010年的五月 深水埗啊 福榮家开第二间 那座位呢 那座位呢 比这个油牙地的店铺 多了整五倍 那么多 很快又拿了一星 接着又再开其他店铺 这个就是 就是天母云的放食 所以他后来很快 就是给这个基金去看中了他 就给资金他 那他以后就没有压力了 就是其实 做店铺永远都是 你赚完那些钱 你又要我来开第二间 是不是先 再赚那些钱 又要我来开第三、四间 这样 那最后呢 通常都是那些基金 管理不好 那就挂了 那是很惨的 你资金是很麻烦 或者你遇到风浪来 说死了 譬如开了七间 七间死了 突然间收不到现金 那你就很头痛 很痛苦 那但是如果有基金就不同了 那个压力在基金上 就不在你那里 那你反而享受你自己去 建立那店铺的东西 那和外国他卖到 又有钱分 那是两回事 那 除了这个深水宝店 后来他都拿到这个 米斯莲的一星 那跟着呢 又在IFC中环那里开分店 那样 那当然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添浪运在香港的发展 我想大家都去吃过 那样 那很老实 我刚才不是说 我最不喜欢就是香港 因为我那时候 住这个奥运 奥克城那边 都去那边 经常吃的 但是不会经常去 你家人不想去 第一呢 那门口那大姐 真是很困 就是招呼很差的 就是好像来问他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工又这么多 你知道那里很多人 吃下午饭的 所以搞到这大姐 是很麻烦的 那你就转台不多 他又赚不到钱 就是租金很贵 他有压力大 所以就从来都没有句好说话 总之没有喝茶的感觉 好像乞意 那后来在大陆的港铁站 那里就好一点了 那里的效果好一点 地方大一点 好像现在装修停了 没有留意 那么 我觉得呢 他里面坐的位置 是很恨憎 很狭窄 我真的不行 就是我还是有以前那种 就是炭茶的感觉 喜欢 就是我现在不看报纸 看手机 就是炭茶 就是炭 大哥他没有炭茶的感觉 所以很痛苦 那样 今个星期我有一天去炭茶 哈哈 现在每两个星期和你子女去炭茶 我击死了 只要有些生活 那 所以我不喜欢去香港的跳舞运 但是在新加坡我去过 就是他当酒楼那样 那当然是贵 相对来说 但是舒服也吃得 那就OK的 就是我宁愿这样 那当然他会加到很多什么 什么饭菜去送 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但是不要紧要 他的点心都仍然是保持到水准 那样 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那 那好了 那 那讲一讲 菲律宾那个快乐锋先 他是由组织福建的华侨 陈国中去创立 所以他也是一个中国人 那 早在2018年 已经开始参估了 这个的 就是 私募基金 这个 Titan Dining LP 那个 公司 那 他那时候已经开始一路 看中了 这个 Titan 那 于是一路买他的 股份 那 买股份 之后 其实他就是拿他的经营权 去不同地方 那 那当然 你看 那 你看看 在法律宫的年报 表示 2018至2022年 他累计在Titan 投资了 是多少 是4.5亿 你想想 他买Titan的经营权 竟然用了4亿多 多夸张 他多看好这个品牌 而资本承诺 是 达到1.2波元 就是 新加坡原来 是很夸张 那 那 那当然 就是你投资了钱下去 接着就拿了一个营份 就可以去全世界那里开 是佔了基金的60%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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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宫在2018年 就用2.6亿 又买了 Titan好运的亚太区的经营 最重要的是 中国 那 那 他跟着就在这个 上海 就开始开这个 就是 点心专门店 这个 就是Titan好运 那 那 他到现在就卖了 那 这个 菲律宾的炸鸡集团 法律宫呢 旗下 其实 一早已经有这个台式的快餐 大家如果去过国内 你见到一定有 就是永和大旺 开到周街都是 还有竹店 这个 宏藏园 他还有买了几个的品牌 这样 所以他去营运这些这样的 就是连锁 他是很熟悉 很熟悉的 再加上他对中国那个市场 那个理解 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愿意扔很多钱 他买你的 有这样的冲击力的 就是 连锁 那当然 就 中国市场质量是最大的 就是 看看你能不能够 在这里成功 就是 你扔了这么多钱 下去 看看中国的整个 营运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 他就在 就是 这个 上海开他的 第一间店铺的时候 曾经说 未来是在五年之内 就是呢 也在中国要开一百间 添好云的 那 结果呢 就是不成功的 就是没有这么快速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 刚刚遇到这个COVID 所以 就不是这么容易 那 所以 就是 他之前在上海开完之后 又在北京 深圳 廣州 开门市 他有开到 但是开得比较慢 互相追 ali 所以 neighboring 他全是并不會想到那么快 那 但是 他仍然是 有購買的 最後 % 大帖 而且用不少的钱 所以 我认为 他也拿得好 填好运的 整个 那品牌 是会后面做得很好 那 2024年 现在 再买 RJ吧 另外这8 巴仙 那 现在他们在经营,在二三年底的时候大约是19间添好运 最近在香港,大家都知道在K11开了,压摩开了添好运 我想他们走一些比较高级的路线形式,看看会不会再有新的情况出现 法律峰是1975年创办的,除了刚才说的永和之外,还有石二窝的品牌,他一直有卖 上海的政安家里中心开业之后,曾经有很大的事件是非出现 是什么呢?给上海政府罚了十万元,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米芝莲的一星店 但其实米芝莲并没有给他在上海那间店铺有一星 香港的某些店是有一星的,即是香港那批店,麦斯府搞的那批店就有一星 但是这些呢,就得不到一星,得不到的,但是他就宣传当是有一星 于是乎国内就告他,可能有其他竞争对手就要打你了 于是乎上海政府就罚了他十万元那样的事情 那么他的业务在四年说要做一百间,实现不了 现在上海有八间店在营运中,另外还布局在广东,浙江,北京,江苏那些东西 那么现在总共是有十九间门市,那么我觉得他当然是认为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当然了,蒸的点心啊,这个是广东啊,这些才是原本是最厉害的 但是是不是他们在他的营运之下会更厉害呢,这个不知道 这个要看一下这一间的快乐风是不是可以扭转了那个形势 因为其实在海外他是很成功的,但是在中国现在经济比较差了 那行不行呢,要看一下了,那这个我就会觉得这个快乐风呢 他本身的那个营运是会令到人觉得是很厉害的 那么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打了全中国的市场呢 这个就是要看一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完整的实力呢 好了,那就先看看那个钱的方面先啊 那就看看他和这个杜香之间是怎样比 那杜香呢就要搞这个中央厨房 那到了今时呢,杜香他整体那个市值是多少呢? 我刚才看一看过了,他是4.77亿 他的市值现在整间公司是4.77亿 搞这么多事情 好了,那添好运呢?添好运呢? 添好运呢,就刚刚卖了出去 那于是乎我乘回那个数的话呢,他刚卖了8% 他不知后就是这个作价是1.18亿港元 是3倍杜香的,死不死? 就是做好食的广东点心 不用做得那么辛苦 但是你的品牌是值3倍于这个杜香 你做这个中央厨房,搞到现在乱了大龙 又不是怎么赚到钱 于是乎呢,就整天都要输 接着就不断执 这个就叫做杜香了 结果呢,你的市值只剩下4.77亿 而且在下面死下死下死下 但是人家现在都没上市 已经价值15亿接近 一上市,30亿起码 翻个转都30亿了,大哥 那你杜香哪一比呢? 起码是你的6倍 所以你看到呢,就是 你以为很聪明 但是其实总之呢 市场就是要你好吃 这个第一样 是的,除访出身的人未必懂得搞 于是乎呢,你不就像培哥那样 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的店 你不要紧要做 你一生做你就好吃 那都可以了,没问题 但是呢,反过来 你可以把品牌拿出来 那一样给一些聪明的人去营运 就是好像台湾我见过那两位营运的朋友 都做得很好的 所以台湾都排了一队 的,天母运都是 那这个就是要看你 即是营运能力 和你去做好过厨房 那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都要坚持一件事 就是作为广东人 就是广东的点心 当然我们觉得是很精彩 很好的东西 但是呢,你要做得它好吃 是很困难的 就是呢 是,天母运呢 它尽力去保持到的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失真 很老实 你去到新加坡 我虽然觉得好吃 都是失真 就是我看回一些大陆人 讲回在上海吃 都有一些失真 但是,你起码都有一定的Quality 但是你看一下 就是道香就不知所为了 所以你要看下怎么做 你做的那些Product是什么呢 那些Product叫做港党添心 港党添心要保持到它的味道 不是就是玩完的了 好了,今次跟大家讲完 这个天母运 希望有空又跟大家讲一下 其他的集团 你有没有去过天母运食 你有什么意见 你有没有像我那样 一套是被人骂到 好了,我没有被人骂的 你觉得很威逼 我就忍不住了 看看你的感觉如何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这个天母运 希望你留下你的意见 多谢你 记住点赞和订阅 谢谢 帮我传出去 谢谢 拜拜